学理向南光村守望相助队已经成立22周年 日前特别举办周年庆的活动 签议员陈淑辉表示南光村守望相助队 平时对于社会事务都相当认论的付出 也会派员协助知情 尤其在南光村 比较少于在农村的一个社区 所以在我们六间中队长的领导之下 我们所有南光村的队员都非常团结 对着我们地乡传绿地安 交通分散议庆庆 还有历会庆典 都会派完出行来做协助 先议员小子全表示 近年来守望相助队越来越少 但南光村针对守望相助队这一块相当落实 相当感谢多元们的用心 经过这几年的运作 可以说有些村 守望相助队一直越来越凋零 不过水里香剩下没有几队 不过实力相共的 也是跟我们减败南光村守望相助队 他的队员 真的不管他们的在执行的态度 或者对整个队的团结 都相当的令人敬佩 先议员石庆龙相当感谢守望相助队 队员们平时的付出 以期望为了能够继续守护社会的治安 在这里因为旁边的继续守护社会的 我在这里就是来庆祝 祝我们守望相助队 到时候做年轻的生日快乐 也希望我们的会务 可以继续守护社会的治安 南光村守望相助队已经成立22周年 不但办理香港活动 也有来自基隆的友会前来参加 议员们感谢队员们的用心 有你们社区治安才会越来越好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望